把Progress Bar加上去 不過你的事件就要記得 你要寫在哪裡呢? 你要寫在User Phone Activator的時候 去做下載的動作 然後下載一個兩個三個下載 等到全部跑完之後 記得要把這個表單給關掉 所以開跟關要獨立 剛剛是按下按鈕才秀出來 這個不一樣 不過這個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幾個 我想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把它做成一個新增工作表 再來刪除 然後再增加這個 就是下載的部分 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在上面都有 主要是這一段 我前面第一階段的是 這個股市下載 還有刪除對不對 那新增的在這裡 新增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只要在這邊找都找得到 我剛剛寫完這一段 在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那個Progress Bar 在上面也有 Progress Bar 不過這個會比較難一些些 那我講過這個是 錦上添花的 因為你沒有做也不影響 但是做了 恐怕這個效果會很好 那如果說你的電腦是 Windows 8以上的版本 可能會有那個Progress Bar 那個元件出不來的問題 那上面我有放一個那個下載 你試試看好了 如果實在還有問題的話 你再告訴我 看看這怎麼解決好了 理論上就是那個控制項放上去就OK了 其他東西都有 OK 然後再來 今天主要是把那個 總共會有三個章節 就是三個部分的那個章節的東西講完 就是第一個是批次查詢 然後從雲端下載資料 還有呢批次下載網路資料 其他的範例 我想各位有時間再玩玩看好了 那下個禮拜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要進入到 再更進階的 比如說工作部 比如說我今天有大量的那個個股好了 或者下載很多那個工作表 有沒有辦法一鍵完成 全部都幫我把它變一個檔案 因為我要給不同的人 給不同的檔案 你不能說全部通通給你不對啊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說我把一個一個工作表 全部通通分出去變成Excel的檔 或者是變成CSV XML PDF 甚至Word 或者將來你可以把Excel 假設你要把列印 由Word去列印好了 那有沒有辦法把Excel檔 這好像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 印出去到Word裡面 不過這個地方 又必須延伸出去 了解那個Word的VBA 其實Word裡面有VBA 也非常好用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有時間 切記 一定要反覆練習 這個東西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多用啊 用熟了之後你就覺得 這其實也沒什麼 那重點就是你要至少知道貼到哪邊去 改動一些東西 再找找看有沒有什麼 工作上有沒有什麼用到的地方 大量的去使用它 用久了之後大概就知道 哪個地方需要怎麼改 就是一個範本 慢慢的 如果有一些心得 可能再看一些其他書籍吧 網路上面有一堆東西 只是說網路上面的東西 跟書裡面的東西 有的時候是寫得太不清淨了 拉哩拉扎一大堆 然後 以你們功力 我覺得有些書籍導致你們會花很多時間吧 可能看半天還是做不出來 但是我發現我看一下 所以我最近也在整理一些Sample 有些書裡面Sample 我覺得做得不錯的話 也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OK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到這邊 OK 回家再接再厲吧 今天講的好像 怕各位消化不能 就要多做啦 有問題的話也可以提出來 沒關係